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就会新允许 不过它在国外其实它的大牌是坐在那边 那今天这个蓝色 这个蓝色很重要 它这一代的这个BMW出了有几种蓝 你知道吗 有一种像水泥的蓝色 当初呢 刚开始我还没有接收到照片的时候 我一直以为是水泥蓝色 水泥蓝色的价钱就很差了 至少价差会差10万 二手车的价差 同年份来估价的话 那另外一种是有点像水蓝色的 福特ST Focus AST上面叫什麼 什麼湖 什麼藍 然後那個好像在BMW叫什麼藍你知道嗎 北極競速藍 哈哈 北極競速藍 哈哈哈哈 真的啦 我沒有跟你開玩笑 它真的叫這樣嗎 因為上次好像有人問我 這個一台Coupe的車 我說你那個是什麼顏色 他說北極競速藍 我說北極競速藍你在那邊藍 後來我去查一下好像是水藍色 然後他說就是BM上面拍的那個藍色 然後不管了 反正以藍色來講 這個藍 我不知道它的正確名稱 這個藍是算BMW藍色裡面價錢最好的 好不好 以二手車來講 跟大家分享 這個可以作為選購新車或二手車的依據 假設你現在要買BMW的新車 比較跑格的才可以選這個 你不要買一台X5選這個藍色的喔 不行喔 如果在它新 你看它21年 因為它一年車而已 一年多的車而已 可以差到10萬 你就知道這個顏色有多重要 那來分享一下 這台車基本上它全部都是原廠的 唯一只有這個車主自己裝了一個下巴 下巴這邊還磕碰了一個小小的缺口 那它已經把備品烤漆好的也都付給我們 但是我們回來是先備用完 有人買了我們就接給下一個人 只有這個是加裝的 還有它的側裙 車主在這邊多裝了一片這個側裙 老流的側裙 還有後面的稍微比原廠大一點的壓尾 是這個我們車主自己裝去以外 其他的全部都是原廠配備 然後呢它當初有選擇這個黑化的套件 包含它的鼻頭 如果沒有的話就是這個鍍鉻 它鼻頭裡面有砸門 跟我之前二系列一樣 當你這個還沒到工作溫度之前呢 它會關著 先讓它到工作溫度之後 它才會砸門打開 需要通風的話 那據官方說法說 它為什麼這次把鼻孔做那麼大 是為了增加散熱 就是應對一個性能的表現 所以他們這一次 把前面的鼻孔做得非常大 第二個是要呼應 以前的這個 我記得是BMW2002的那個大鼻孔 做回以前的那個復刻的那種感覺 以前的鼻孔越來越大 越做越小 就跟手機一樣 以前手機很大 越做越小 然後現在越做越大 Plus Plus以外還要摺疊 摺疊上下摺疊還不夠還要摺疊 之後會出什麼你知道嗎 摺再翻再翻再翻 變成一個16吋 像以前的那個 禮報朝廷的那個 上昼用的那個竹片一樣 可以一直摺摺 可以摺好一起摺 到最後變個16吋大螢幕 一奧的變態 越來越大越來越小 類似這種感覺 那黑化套件的話 除了這個以外呢 它的後照鏡也有黑化 窗框也都是黑色的 鋼琴烤漆的亮面黑色 然後它的輪胎的尺寸 當初如果是420會配18吋的 我們這個是430 所以它前後配 前面是這個225-40-19 後面呢是255 比較寬的35-19 雙色切削 但是它這個雙色的黑 黑色的部分不是亮面的黑 一般做這種雙色切削的黑色 都會做亮面的黑 但不是 它做的是消光黑 它搭配M版的卡鉗 排氣管也是黑化的 下老流 這一支呢是 你看它這邊有一個小鏡頭很可愛 它這次的鏡頭竟然是坐在B&W的下面 你有發現嗎 然後呢它就有電動的後尾門 好後尾門呢也有把手喔 可以直接快傾 好後車廂普通 就是它原本應該原本 欸我們腳踢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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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現在的車喔 都模板化設計 所以你從它的尾燈其實 除非你從光條的形式 或者是你特別記得它 每個系列光條設計的位置 要不然其實遠遠的 有時候你看不出是幾系列 但是呢 四系列的車頭的大鼻孔 基本上你從123 都沒有這樣大鼻孔 所以你從後照鏡應該四系列接近你 你就很快就會發現 其實我覺得它這個模組化設計 現在連內裝都跟一般的差不多 都長得差不多 真的都長得差不多 但是我跟你講 它這個是車藍線以外呢 它中間是這個幾皮的 它這個是塑膠皮 你要到440它有真皮的座椅 然後呢裝電動椅 門板上呢也是做這個藍色的車縫線 它的手把開關像金屬色的塑膠 然後這一台呢有配Harmone Codent 它在430上面應該是標配的 另外呢車主還有選配了電子懸吊 電子懸吊就是當你切換到 Sport模式的時候 它的那個懸吊就會依照你的動態狀況呢 下去去調整你的軟硬度跟支撐性 你看喔它現在推的這次做得很棒 絕對不會漏死了吧 之前是用一個勾勾去規有沒有 車老了都會漏死 這絕對不會漏死 這要嘛就是整根不伸出來 就這樣子了不起 整根都不伸出來 跟你伸出來吐齊 那感覺差很多啊 應該是寧願不要吧 第一次上車的時候 我老婆問說那根伸出來幹嘛 我都不好意思說 其實它要幫你推安全帶沒推到 你知道嗎 我老婆第一次坐到192的時候 說這邊怎麼會聲音跟東西出來 然後它在那邊拉安全帶 因為沒有吐到 我說這根是幹嘛的 我說它本來想幫你吐安全帶 但它沒吐 滑槍了 所以它這很方便 你只要一插進去插箱裡面 它就自動收回 所以這一代 我覺得這個地方就做得還蠻不錯 然後也是在430以上 才有配備這個天窗 那這一次的這個螢幕呢 就跟我們之前小姐姐的三系列 是同一套的這個 跟車的系統 無論方向盤 操作的介面 中控台 都大同小異 如出於側在G世代 都差不多大家都做這樣 我之前也講過了 其實看了久了 是有一點無感的 螢幕的大小 其實基本上都一模一樣 那唯一有一個 我覺得比較特別的 就是它這個變得更沒有質感 它雖然在燈光下面打起來很漂亮 可是後來我實際去看 它這個是一個 像平面印刷的圖案 以前舊款的還有那個立體感 那現在呢 就變成已經是全平面 完全都沒有立體感 以前呢 還在146的法斯文的時代 你摸可以摸到它的質感 那現在呢 就完全摸起來 就是已經變成是全平面的 那我自己在開的過程中 我覺得它這個方向盤的 換檔快撥 撥起來有一種廉價感 我在撥的過程中 我覺得它是一個很輕很輕 質量不太好的塑膠 這很輕 我在撥 你的手感上面 你覺得它是很廉價的 你看 反正我這樣用它就是會動 你知道嗎 這個就很像 羅技的 賽車方向盤的那種 快撥感 感覺這個質感上比較沒有那麼好 那當然它的方向盤 還是秉持了一貫的粗度 這也是為什麼 我很喜歡 B&W方向盤粗度的原因 因為它一直都保持這麼粗 那你來摸摸看 它真的比一般的粗 你在其他的車上 你摸不到這麼粗的方向盤 不改的情況之下 這個很粗耶 對不對 它原廠是真的很粗 你沒有親自摸到 你只是在影片上面看 你可能看不出來 不僅僅只是現在的G系列 146開始 你去握它這個 真的它比一般的粗 因為對我來講 是一種熟悉感 回到家的感覺 粗度又 欸 哈芝加四 自成相似 我說哈芝加四 你在笑什麼 你們山上優雅現在退役了 你聽到哈芝加四 這個還記得 剛出道的時候 還在這邊 哈芝加四 到後面 什麼都來了 我怎麼說去啊 就是反正握起來 我是自己是比較編號這樣子的 然後再來它現在有一些 智慧影音的助理系統 我很忍 就是你可以用語音去控制它 有沒有 就是嗨 B&W 有無保 你就開一開 阿代就說 嗨 我很寂寞 你如果這樣跟它講 還會怎樣 不行 來來來來 你來我這邊 你跟它講 你比較寂寞 你來跟它講 我好熱 我調聽了 溫體 你馬上會感到 我真的有興趣 你跟它講 我好寂寞 快點拿 我好寂寞 預使用此功能 必須連結藍牙裝置 行動裝置 你要用什麼功能 什麼功能 再次 你太小聲了 你進來一點 我按喔 我好寂寞 太快了 連車都不想理你 再次 再次 我好寂寞 請再說一遍 我好寂寞 我知道了 它意思是說 叫你手機要連 它要放A片給你看 它一直叫你連接手機 不是嗎 連接裝置 對啊 要嘛就兩種嘛 連接以後它會幫你 撥電話給誰 第二種 連接手機它要撥一些影音 排除你的寂寞 哈哈哈哈哈哈 好那這次 它這個四系列 它的車長 4768mm 車寬1852 車高1383 但車重只有一噸五 那為什麼它的車變輕了 它的引擎蓋 它的這個門板 全部都已經做成鋁合金了 還有它的底盤的一些基建 那包含呢 它的後面的這個 後車廂蓋 都已經不是鐵建了 他說複合材質 不是鐵的 鋁合金就很麻煩了 所以以後代表說 你如果萬一發生了一些碰撞 撞擊 這個就是要換掉 鋁合金如果受傷 受得太重 就比較難救回來 就是要整片換掉 這個是有好處以及壞處的 好 好啦 弄完了 試車吧 走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Ultra-Z3 Plus 指標最強的Dual Lens 喔 欸這個排氣管聲音怎麼那麼好聽 八速 手自排 我最愛的一個 變速箱 直列四氣缸 258匹買力 40.8公斤米的扭力 0到100加速 5.3秒 如果你買到440的話 會變成多少 4.5秒 好440是輕油墊 我看到油壓平均好像也有10公里以上喔 四驅11 高速15 平均13 真的假的啦 不過這個現在都四缸引擎了 沒辦法的事情 你要買到六缸的引擎 你要買到440去才會六缸 那天我從桃園開回來 很爽 連路這樣子 把他帶甩掉 可能 假說欸 我後來看 我本來沒有在意 開開開想說 被Focus跟上 怎麼可能對不對 當我發現以後 我就決定要把你甩掉 哈哈哈哈哈哈 跟車系統 我那一天回來 我沒有用 要用看看嗎 有了有了 智能輔助續航 它在過彎耶 它在過彎耶 它過的嗎 它過的啊 我沒有 我只有這樣 煞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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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煞車有點急喔 煞車有點急 就是 比我自己踩的還要來得急一些 現在彎也它自己過的 我都沒有 回正了 我比較好奇它那個 上宜蘭那個彎 過不過去 過不過去 我們上次試哪來過不去 啊 MG嘛 我上次試MG不行 我現在速度也沒有太快 我來試試看它到底行不行 看它好恐怖喔 會不會 嚕霧欄啊 唉 不行不行不行 不行不行不行 我覺得它講講屁了 應該還是太彎了 太彎了不行 我很好奇特斯拉 可以嗎 這個我最喜歡的 巴素手自排變速箱 非常的Smooth 就是像以往一樣 依然這麼的滑順 那它這一次阿 這個四系列啊 又更大了 哇這個越做越大不知道衝三小 記得好像比前一代還要長50公分吧車長 軸距好像也多了30公分 所以整個體型又更加的拉長 但重心做得更低了 大概低了2公分左右吧 不過這個車主因為它有加側裙跟前下巴 所以前面看起來真的超低 側裙看起來也超低的 其實我不用按時POW的這個加速 就已經都超級足夠用 好按了 聽到揮火的聲音 但它不會放炮 那我有一點蠻意外的 就是它的隔音 隔音我覺得比上一代還要好 然後比起這個二系列三系列 風切聲的抑制都更加的進化了 那一回有走舞陽 其實舞陽風很大 那它那個風切聲的抑制 有讓我驚驗到 因為第一個它是無框玻璃 然後再來一個開過之前的二系列三系列 前一代的或前前一代的 普遍我會覺得說現在的雙B 對於這個噪音的抑制 尤其風切聲的部分 會覺得很差 可是我覺得這一台四系列 我第一次開到 這種無框玻璃 可以把風切聲壓到這樣 我真的覺得很屌 這個加速真的舒服 滑溜溜的 我那時候有跟大家分享過 那個二系列的那個變速箱 它的那個雙離合 一系列二系列 在冷車的時候 真的很不舒服 它那個不舒服的程度 不亞於舊式的DSG 就是你會一直這樣頓挫 頓挫感會很重 我開久了 我有發現 它那個雙離合器的變速箱 你必須要等到熱車之後 才會稍微好一點點 所以我那時候 就對於BMW雙離合的變速箱 覺得很痛痛 再來第二個 當時新世代的BMW 開始做前驅車 對不對 很多人 大家就覺得已經沒有 這個BMW的精神 好加上我們這個430 我們是後輪驅動 所以開起來呢 還是滿滿的 BMW的儀式感 它如果到440i的話呢 就是四輪驅動X-Drive 然後440i才有6缸的引進 不過它那已經是油電 而且加渦輪 現在的車應該 自然經濟會越來越少 它即便我已經按到Sport模式了 它在這個換檔 無論你升檔或是降檔的時候 你都感受不到那個 變速箱在換檔的頓挫 降檔 我現在降檔 阿呆你有頓挫嗎 沒有 沒有對不對 我現在升檔 你有頓挫嗎 沒有對不對 所以這個變速箱我一直很喜歡的原因就是 無論你在升檔或是降檔 低速或是高速 你都感受不到它那個換檔的頓挫感 真的非常舒服 銜接的非常的綿密 它那個轉速不會突然增加 或忽然掉下來 讓你覺得說有不舒服的感覺 唯一我覺得對我來說 我覺得比較不喜歡的就是它的長車身 它這個車身已經來到跟以前的5系列一樣大了 我覺得尺寸我說了很多次喔 所有的尺寸對我的使用性來講我還是喜歡2系列的尺寸 我覺得是對我來說是最剛好 其實現在3也很大了 但問題來了 它像增長成這樣 你還是不覺得說它的空間有那麼大 但你開起來你覺得車變大了 但其實車內的空間我覺得沒有感受到那麼明顯的加大 而且你開起來你也覺得哇我車變好長喔 然後呢你乘坐感後座的空間其實沒有大多少 比起舊世代的是這樣 過彎的循跡性動態依舊非常的好 不過電子懸吊我是感受不太出來啦 因為客人他把車交給我的時候 他一直覺得說它的電子懸吊它開不太出來 那事實上我也開不太出來 它並不是說那種很明顯的改變你知道嗎 除非也許要更快吧 如果你可能去賽車賞你可能就有感覺了 可是在一般的這種道路上面啊高速公路上面啊 我實在開不出電子懸吊的感覺 不過我能夠感受到它這個 因為B&W一向底盤就做得很好啊 像我們這種山路的一些 彎沿的一些彎道彎路啊 其實對它都不會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而且我之前也跟大家講過 你看到B&W都會讓你有一種 你覺得下次再過這個彎 速度可以再更快的那種感覺 所以它的這個底線 一般人我相信應該也測試不太出來 其實有跟你講過一句話 就是B&W的車啊 剛出來的時候 你覺得很醜是正常的 但是呢 久了它就變潮了 你有沒有發現 像當初大鼻孔出來的時候 我次之以鼻啊 但是我跟你講 以後呢B&W的車出來 你與其不論你看它覺得長得多怪 買就對了 因為以後它就會變得很潮 你現在是不是看到這個覺得很帥 這實車還蠻好看的 神奇了吧 所以就像當初我本來一度衝動 想要去訂現在新的M2 是不是很多人在那邊講說 哇那真的看起來 好像日本車 已經沒有那個歐洲車的感覺了有沒有 大包好像是土砲改的 我告訴你你買就對了 你到時候在路上你看久了 你又它又變帥了 你信不信 我跟你講B&W的車都這樣 我講以前小時候開始好了 146剛出的時候啦 很多人都說我還是覺得136漂亮啦 剛硬的線條 那個才有B&W的精神 大家看起來146出來說146怎麼改 B&W怎麼改得那麼圓 這麼肥 很賣看耶 結果9個9隻 怎麼146好像變帥了 然後190出來說 190那怎麼做到叫車咧 但是一點都沒有B&W車的感覺 沒有性能車的感覺 後燈跟那個什麼尾燈看起來好像 MOMO很像桃子 噢噢噢噢噢噢 它慢慢的 好像大家就覺得 其實還不錯 我們之前也改過水泥灰嘛 對不對 來了F4代又出來了 大家說哇 它怎麼改得那麼大一台 B&W三系列都不三系列了 又扁又寬 這現在看起來已經不符合B&W的精神 越改越難看 我跟你講看久了 也是一樣要越帥 所以我跟你講重點結論 買就對了 買就對了 而且我覺得以前啊 我們在賣車的時候都覺得 買這個B&W都是那種加久海亞你知道嗎 尤其黑的有沒有 你有沒有覺得現在的B&W 好像被後來被賓士取代 對不對 反而現在是賓士 你看起來會比較像海亞對不對 我其實曾經想過 你反而奧迪有沒有 一直就比較沒有給人家這種印象 所以其實跟購買的族群 多不多也有關係 這個車在這個走在路上的觀感 我相信我跟你講 大家不要說什麼看高不看低啦 還是這個先路為主的概念 其實真的你開在路上 有些你開什麼車 真的決定了別人讓不讓 你在換車道讓不讓 或是別人敢不敢找你吵架之類的 敢不敢按你喇叭之類 真的會有這個差別 我知道了 可能B&W太會漏油 加久修不起 好啦 那這個車呢 那我們店裡面賣是賣258萬 那不知道上片的時候賣掉了沒有 好不好 那這個價錢 新車的價格是285萬 那這台車再加上一些選配 起來應該破300萬了 電子懸吊我不知道多少錢 黑化套件不知道多少錢 大概300萬 那我們賣是賣258萬 有興趣可以去觀看 啊觀我沒有就是賣掉了 好啦那今天這一集的B&W 這個代號叫G22 G22 430i Kube 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下次見 拜拜 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按讚 留言 我看過了 懸吊 我看過了 你吧 那些人 我看過了 我看過了 你 可以嗎 我看過了 我看過了 你 我看過了 你 我看過了 Legends are next to me Tell legends are next to me I keep doing that text to me I'm trying to get it Working to become the best of me I'm doing my job That ain't just whipping and keeping the recipes I cannot stop I gotta get it Tell legends are next to me Tell legends are next to me 不知道我昨天看了半天烏梅紫醬到底有什麼好紅的 沒怎樣啊 他就不知道在紅什麼 你淺淺的微笑就像烏梅紫醬 我昨天看那個我爸上唱 我說他媽笑到流眼淚 你有笑嗎 我有笑嗎 我笑到差眼淚 我不知道為什麼 他直接就中我一點了 你鹹鹹的藍嬌就像烏梅紫醬 我一直笑一直笑 我自己在家我老婆以為白癡 我在那邊看手機笑到流眼淚 怎麼會這樣 哈哈哈哈哈哈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Ultra-Z3 Plus 地表最強のDual-Rκ 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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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